她俩小的时候形影不离 每天黏在一起 就像一个双胞胎一样 小美今天有点不高兴 原因是我在嗑瓜子儿没有给她吃 那就给你吃一个 不过你吃东西这声音太不淑女了 这个院子里腿脚不好的除了小美之外 还有小虎 小虎的伤恢复的还可以 但是还是不能经常的剧烈运动 所以我把他们着急起来 准备带他们出去逛一圈 就是院子里逛一圈 小泡夫在这看着呢 小虎就不要去了啊 逗逗带队 带他们出去转一圈 就是院子里溜一圈 就当春游了 今天是正月十五 大家都在家里吃什么好吃的呢 还有那些小伙伴们 你们一定在家里疯狂赶作业吧 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的视频底下就会少了那些非常勤奋的 我来了 我今天来了那些小朋友们 因为他们真的要开学了 瞧瞧歪嘴儿 越长越好看 豆豆在这带着他们吃草呢 豆豆最近有点上火 年龄大了嘛 豆豆是非常温顺的一只狗狗 就是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会同意 他都会顺从 不像他们两个 你看豆豆 在认真的吃着他的草 此时我有点怀疑 我养的是不是痒啊 豆豆 老独苗 老独苗 你还不回家呀 你在我们这儿过了年 还过了十五 你还不回你自己家 别乱跑啊老大 别带着孩子乱跑 听见没 老大好像对我的话 并不感兴趣 还在专心致志的找着青草 他俩继续打他的架 他俩好像打几眼了 一个剑铺上去 吓了老大一条 天天粘在一起 形影不离 天天打 没有一会儿不打的 有时候老独苗还参与进来 也欺负丑丑 其实就是好丑 特别拔尖 就是他一起平行走 他不能比他快一点 快一点他就记仇了 这时候老大看不下去了 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老独苗也看不下去了 准备离开 被我拦住了 老独苗 你过来 你回家不 今天十五 你回家吧 走了 追老大去了 他俩还在激烈地打着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能不打了吗 我可走了 你俩打吧 别跟着我 你看从上面下来 又打着 每天我看见的时候 就几乎都在打 你想我不看见的时候 他得打多少次吧 豆豆下来了 豆豆不管管呢 豆豆都看习惯了 不以为然 刚才没看见小花 这时候小花出现了 小花最近心情不好 因为我对其他狗好的话 他很生气 没办法 让他生吧 还打多长时间呢 我要走了 你俩打架 有什么意义吗 你俩一奶同胞的姐妹 快点给我上来 看他上面还继续打 你们打吧 在这里我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是试试红爱吃肉 我们明天见吧